大家知道林青霞是七十年代后期最著名的文艺片巨星之一,与林凤娇、秦汉、秦祥林并称二林二秦,是当时华语影坛的玉女掌门人。 他曾经被誉为东南亚第一美女,励志天成,堪称角色,带着仙气象女神。 他曾经拍过一百多部电影,从青春玉女演到英气女侠,各个形象都成为经典。 他曾经是众望所归的金马奖影后,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然而他痴斋念佛三十年最近却突传噩耗, 高僧看后直言,都是报应。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看看。 1972年春天,十八岁的林青霞在一场车祸里,碰撞出了一段恋情。 这次的男主角就是沟丰,可能因为信佛的缘故,沟丰人很善良,却有些不解风情,时间不长,两人就分了。 因为失恋,林青霞和好友上街散心,意外在西门町被星探发现,被邀请去穷瑶处女座窗外改编的电影里试镜。 因为这部戏,19岁的林青霞迎头撞上了一段让他一生都难以自拔的男人。 试镜时,从未接触过表演的林青霞,表现不太好, 但是剧组男二号秦汉却坚决力挺他当女主角。 因为他觉得林青霞正好符合角色,简直就是威胁而生的。 秦汉本名孙祥忠,1946年生于上海,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将领孙元良。 二十岁时,孙祥忠即以《慷慨》为一名,出演了《几度夕阳红》《远山寒笑》等穷瑶电影。 林青霞再见到秦汉本人以前,就是他的迷妹, 看过秦汉演的电视剧《七色桥》, 是这位长相英俊,身材高大的男演员为白马王子。 大概这就是缘分,出门遇到梦中情人, 还受到他无条件的力挺,林青霞内心不禁小鹿乱撞。 更巧的是,拍戏过程中,两人有不少吻戏,耳鬓撕磨。 女的国色天姿,男的风度翩翩,入戏太深, 很自然地因戏生情了。 然而,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是个美丽的错误。 因为,二十七岁的秦汉,此时已经和富家小姐少乔英结婚, 并生下了女儿孙诗文。 人的精力有限,秦汉老婆少乔英潜心做生意, 家里的事就操心少,这令秦汉不满。 一开始,林青霞还能保持理性, 尽量发乎情,只乎理。 谁知,秦汉一句, 可否与一个已婚男子出游? 的辽波,让少女怀春的林青霞无法拒绝。 期间媒体报道秦汉和林青霞绯闻, 少乔英本不以为然, 后来发现不对,就怪招贫出。 他放下工作, 每天和秦汉一起出门, 跟着他到片场,秦汉中场休息时, 他就赶紧迎上去, 又是递好吃的递水, 又是帮忙擦汗什么的, 以此宣示主权。 这样一来, 外界都知道少乔英温柔体贴, 而且, 看这么紧, 林青霞也就没有可趁之机了, 这令秦汉和林青霞十分尴尬, 也十分痛苦。 后来少乔英还打电话给林青霞, 恳求他不要破坏一个幸福的家庭, 不要再和秦汉合作。 就在林青霞深陷这段痛苦的三角恋时, 另一个男人又横插一腿, 让局面更加混乱。 1975年, 无论少乔英怎么反对, 林青霞还是和秦汉一道合作了电影《八百壮士》, 而且22岁的林青霞表现亮眼, 一举摘得第二十二届亚太电影节影后贵贯, 进一步奠定了其渔圈地位。 由此, 林青霞和台湾当时正当红的林凤娇, 秦祥林, 秦汉一道被并称为二秦二林。 不久, 琼瑶邀请当时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林青霞, 秦汉, 秦祥林, 胡一梦, 共同出演琼瑶电影《我是一片云》。 此时, 28岁的秦祥林和萧芳芳离婚不久, 风流不输谢贤的她一转身, 发现比自己小六岁的林青霞, 美得不可方物, 便在戏里戏外对她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此后, 秦祥林继续和林青霞合作了月朦龙。 鸟朦龙, 趁着秦汉还未离婚, 不敢明目张胆地追求林青霞的机会, 进一步加强了攻势。 正当秦祥林自以为独占优势, 躊躇满志, 可以抱得美人归时, 意外出现了。 1978年, 琼瑶写完新作《一颗红豆》, 在台北家中组织了一次聚会。 席间, 琼瑶将她的好友, 同为《皇冠》杂志作者的作家赵宁, 介绍给林青霞认识, 两人后来还约会去扬明山晚, 一来二去, 就谈起了恋爱。 同年, 32岁的秦汉, 因为拍《一颗红豆》《无情荒地有情天》, 和24岁的林青霞再度聚首, 朝夕相伴, 忍不住要旧情复燃了。 林青霞和赵宁交往半年即宣告分手, 秦祥林得知消息大喜, 再次追到林青霞身边, 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 正和林青霞合作, 采霞满天的秦汉健壮, 也坐不住, 在榜样平心涛的激励下, 也和邵乔因正式提出离婚, 但是邵乔因说, 离婚可以, 但要签一个协议, 承诺十年内不许再婚, 秦汉拒绝了。 此事经媒体曝光后, 舆论对林青霞和秦汉十分不利, 谩骂抵制之声, 不绝于耳, 林青霞一怒之下, 决定远走美国。 这却让一直不能得手的秦祥林, 有缝可钻。 林青霞前脚刚到美国, 秦祥林就尾随而至, 对她展开了更加疯狂的追求。 然而1980年3月, 邵乔因和秦汉离婚, 秦汉苦苦争取多年, 一朝恢复单身, 喜出望外, 二话不说, 也捧着一颗真心去了美国, 没用多久, 林青霞就被秦汉从秦祥林手中 抢到了自己怀里。 秦林恋很甜蜜, 两人在美国犹如神仙眷侣, 也不工作, 每天一起快活, 看日出, 看日落, 看电影, 逛街, 旅游, 便场美食, 穷摇片里的男女主角, 戏里走到戏外, 童话成为现实, 多么完美。 然而, 现实毕竟不是童话, 两人一起半年后, 吵了一架, 秦汉大怒, 一气之下回了台北。 谁料, 玉蚌相争渔翁得利, 守在一旁的秦祥, 林立马见凤插针, 向林青霞求婚了。 林青霞正在气头上, 竟然答应了秦祥林, 很快俩人就订婚了。 二秦一林的三角恋跌宕起伏, 过于戏剧化。 然而, 不久, 更狗血的剧情又发生了。 1983年和1984年间, 正是林青霞主演 新鼠山剑侠警察故事 今夜星光灿烂的时候, 需要经常奔赴香港。 这领秦祥林很是不安, 老担心他借拍片之名去跟秦汉约会, 各种电话查岗。 时间一长, 搞得林青霞身心疲惫, 很没面子, 忍到1984年6月, 终于和秦祥林说了拜拜。 此后, 三十岁的林青霞 结束圣地亚哥国际大学学业, 移居香港, 接连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提名。 三十八岁的秦汉, 此时也是单身, 两人离旧情复燃, 只差一根火柴。 1985年春节, 两人又重新联系相约两个月后, 在东京见面。 这是美国欧气一别四年后, 两个人的第一次重逢。 三十九岁的秦汉, 送给三十一岁的林青霞一个大信封, 林青霞打开一看, 原来不是红包, 而是用红纸剪出来的十二颗红心, 代表两人相识十二年。 这种穷瑶剧一般, 虽不贵重却很浪漫的表达方式, 再次打动了林青霞的心。 在爱情的滋润下, 两人的事业也都达到了高潮。 在不拍片的日子里, 秦林二人就回到台湾, 柔情密意。 1988年6月, 听闻林青霞和秦汉 渐入佳境, 四十岁的秦祥林彻底死心。 到了1990年, 三十六岁的林青霞 和四十四岁的秦汉 再次株连闭合, 戏甲秦真地主演了滚滚红尘。 该片横扫台湾金马, 香港金像, 新加坡国际电影节, 获得多项大奖。 三十六岁的林青霞, 也赢得了他早就期待的 金马影后。 颁奖礼上, 在众人起哄下, 林青霞当众吻了秦汉。 谁知, 这竟是两人的 最后一次银幕合作。 有了新晋影后的光环加持, 林青霞的事业继续爆发, 高潮一潮更比一潮高。 而秦汉这位老牌影帝 则相形见处, 事业也逐渐退潮萎缩, 两人的矛盾 也渐渐凸显出来。 1992年8月, 在生日宴上, 认识了香港富商 行李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 当行李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 动了真心, 下定决心要追林青霞时, 秦汉那种理清情义重的 嘴皮子功夫, 根本不是对手。 此后, 两人长达二十年的分分合合, 终于彻底落下了帷幕。 1994年6月, 四十岁的林青霞 在相恋一年之后, 和四十五岁的行李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 花费两千万举办了一场豪华的婚礼。 婚后的林青霞逐渐淡出影视圈, 一心向父教子。 为了照顾女儿和不影响老公工作, 据说还一度和行李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签下, 协议分房税, 一分就是十年。 浮沉大半生, 素有绝色佳人东南亚第一美女之称的林青霞, 也终于美人驰目, 不过她创作的那些荧幕经典, 依然是影迷心中挥之不去的白月光。 现在林青霞淡出演艺圈多年, 但是屡次出现婚变传闻。 有人说可能是林青霞年轻时 与多个男人来往过密, 甚至破坏了有妇之夫的家庭, 导致晚年婚姻不顺。 那么,我们来看看佛教的解释吧。 佛法认为, 女人安, 则家庭兴。 女人邪淫外语将有十大恶果, 其严重程度远超男人。 第一害, 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第二害, 身败名裂, 外遇迟早会败露, 败露之后, 名誉扫地, 别人看自己的目光总是怪怪的, 再也难在社会上立足。 特别是过去的一些仇人, 更是幸灾乐祸, 乐得看笑话。 第三害, 家庭破裂, 多数家庭会因此破裂, 即使丈夫为了孩子勉强维持的, 也是面和心不和, 心里有根刺, 感情的裂痕终生都难以弥补。 第四害, 父母痛苦, 女儿出轨, 父母脸上无光, 被人指着点点, 年老了还要受此羞辱, 情何以堪。 第五害, 伤害了儿女, 不管是离婚还是维持, 都会给孩子的成长和心理带来伤害。 特别是孩子长大后, 也可能上行下校, 都是报应。 第六害, 外遇过程中人格分裂, 外遇虽然刺激, 却要整天提心吊胆, 时刻担心事情败露, 打电话, 发短信, 聊微信都鬼鬼祟祟的, 就像搞地下工作。 时刻处在自责之中, 心理上也很痛苦。 第七害, 对不起丈夫, 如果丈夫是正派人, 事情发生后, 丈夫必然痛苦一长。 毕竟是多年的夫妻, 还有感情基础, 对得起人家吗? 第八害, 伤害了对方的另一半, 不要忘记, 如果对方是有父之夫, 这样的行为, 同样也极大的伤害了对方的妻子, 让同样是女人的他终日痛苦, 以泪洗面。 第九害, 很可能染上疾病, 研究表明, 婚外性行为是传染性病, 艾滋病的主要渠道, 一旦感染上不仅害了自己, 还会害了全家, 到时候就追悔莫及了。 第十害, 终身处于懊悔之中, 邪淫最大的伤害就在于, 个人道德会永远留下污点, 自己的心灵无法宁静, 一时刺激换来终生的遗憾, 真是不值。 奉劝天下的女子, 在这色欲泛滥, 物欲横流的社会, 诱惑无处不在, 一定要洁身自好, 悬崖勒马。 没有出轨的, 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一定不可逾越这一道德底线。 已经出轨的, 赶快收手, 及时回归家庭, 以实际行动弥补家庭。 俗话说,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莫伸手, 伸手必被被捉。 人在干, 天在看, 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 否则厄运必将降临。 众所周知, 佛教中有四大菩萨。 一般说来, 人们会习惯地以为, 在大雄宝殿中的四位菩萨, 也就是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就是人们所说的四大菩萨。 在人们心中, 最为熟悉的就是,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是佛教中, 慈悲和智慧的象征, 无论在大乘佛教, 还是在民间信仰, 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提起八六版西游记中的观音菩萨, 多数人都会竖起大拇指, 他慈眉善目, 和蔼可亲, 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八十六年的西游记, 也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 时至今日都还是经典大作, 剧中演员用六年时间, 拍出了属于我们的西游记, 每一位演员都值得我们尊敬。 在这拍摄的六年里, 群众演员换了一批又一批, 不过核心的演员都没有变, 其中就有观音菩萨的扮演者。 左大菩老师, 他所饰演的观音菩萨, 是被众多人称为最接近原著的观音, 最贴合观音形象的观音菩萨。 以至于后来, 人们一提到观音菩萨, 很多人都会想起左大菩老师, 然而在他扮作观世音, 拍摄的时候怪事不断, 连剧组的人都说是观世音显灵。 许多路人见到他, 都下规模拜左大菩, 后来也因此进入了佛门。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今天带大家走进左大菩的故事。 左大菩1943年9月生, 湖南长沙人与观音菩萨结缘是在他33岁的时候, 他正录制一出相聚传统戏追鱼剧, 他在剧中恰恰就扮演了观音菩萨这个形象。 被杨洁导演看到后, 不断地夸赞他演的观音特别形象, 仿佛菩萨在世还与左大菩约定好, 以后他要是需要拍观音的戏, 一定请左大菩再来扮演。 于是西游记还在筹备阶段的时候, 杨洁导演早已敲定了观音菩萨的扮演者了, 非左大菩老师来扮演不可, 左大菩老师不仅长相端庄大器, 而且曾经有深厚的相聚表演基础,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符合人们心目中端庄大器的观音菩萨, 所以西游记播出后, 左大菩所扮演的观音菩萨, 是被人们所称赞的一个角色。 左大菩老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曾经说过, 刚刚接到杨洁导演的扮演邀请时, 大脑是一片空白的, 根本就不知道, 该怎样才能把观音菩萨演好。 为此, 左大菩翻遍了所有的相关典籍, 还专门到寺庙当中, 去观察观音菩萨的手势和模样, 甚至于研读佛教经文找灵感, 也是在左大菩老师不断钻研之下, 才有了我们看到的端庄典雅的观音菩萨, 只能说杨洁导演的眼光非常出色呀, 左大菩的观音经典至极, 直到现在, 都很少有演员能够超越他当时的形象, 在他们的剧组中, 大部分演员都非常尊敬左大斌, 不仅仅因为他的身份, 更多还是他在剧组中所遇到的怪事, 至今都无法用科学来形容。 如果说, 只有一个人在感叹左大斌的神奇, 那还不算什么。 当所有人都在这么说时, 一切就都变得很玄乎了, 这一点连左大斌本人都觉得神奇, 大家都知道, 观音这个角色有呼风唤雨的能力, 在西游记中, 多次帮助孙悟空渡过难关, 而现实中, 左大斌也有这样的能力, 帮了剧组不少忙, 这就让很多人都觉得很神奇, 从1982年到1988年, 西游记辗转全国各地取景拍摄, 除了西藏地区之外, 基本上都走遍了, 左大斌老师每每跟着剧组到一个地方, 他都会去当地的寺庙里端向观音像, 站在观音像面前, 一看就是半天, 他认为所有人都见过的观音像, 如果演得不像, 大家一眼就看出来, 单单是拍摄西游记的六年间, 左大斌看了将近一万尊观音像, 不停地模仿并加以改进,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些怪事吧, 西游记在拍摄的过程中, 总是会遇到下雨天, 下雨天就会影响整个剧组的拍摄, 尤其是影响左大斌戏份的拍摄, 在典籍当中, 观世音菩萨所在之处佛光普照, 又怎么能够和乌云相伴呢? 所以杨洁导演和剧组工作人员, 对于音语天气都非常苦恼, 害怕因为音语天气影响拍摄, 只是前一秒还是音语萌萌, 等左大斌老师, 换上观音菩萨的衣服之后, 天气瞬间就变得晴朗了, 同剧组的人纷纷称奇, 如果一次两次能够用巧合解释的话, 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更显得不寻常了, 在四川成都拍戏的过程中, 连日乌云密布, 好多天都没有看到太阳, 剧组当时是需要到成都青阳宫取景, 只不过他们刚到了成都就开始阴天, 还特别冷, 大家都动得缩手缩脚, 那一天拍摄的天气, 仿佛就像要下瓢泼大雨一样, 可是导演要求必须拍晴天, 大家都在等着出太阳, 导演杨洁跟左大斌开玩笑说, 观音菩萨快显灵, 别阴天了, 出太阳吧, 左大斌听完之后, 走出摄影棚, 很配合地摆出双手合十的动作, 嘴里嘟嘟囊囊念起咒语, 没过一会, 天竟然真的晴了, 刚才的音与天气, 仿佛都没有出现过一样, 拍摄观音在武装观, 救活人申果树那场戏的时候, 前面半个来月都阴着天, 那天导演先拍的孙悟空的戏, 天气又湿又冷, 动得打哆嗦, 拍完悟空, 导演喊观音上场, 太阳立马就出来了, 等拍完左大斌的戏份, 天就又阴了, 在峨眉山取景的时候呢, 天气依旧是小雨, 稀稀拉拉地下个不停, 等到左大斌穿上, 观音菩萨的戏服上场后, 雨就马上停了, 甚至连太阳都出来了, 所有人都觉得真是菩萨显灵了, 剧组里的人等左大斌拍摄完之后, 还跑过去跟左大斌合照, 试图蹭一波菩萨好运, 左大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说是巧合的话, 未免也太巧合了吧, 难道冥冥之中, 真的有某些神奇的力量吗? 有网友看了采访之后, 提出自己的看法, 可能是因为左大斌老师演的观音菩萨, 太过深入人心, 冥冥之中就有某种感应, 这也让剧组中的工作人员非常赞同的, 因为这些怪事, 是他们亲眼见到的事情, 所以也让他们一度认为菩萨显灵了, 拍摄西游记之后, 左大斌老师, 提到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情, 当时呢他正在剧组出外景, 很多人都慕名而来, 围绕在剧组外面, 吵吵嚷嚷着要见观音菩萨, 还有的人是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的, 只为了见左大斌老师, 看看这个现实版的观音菩萨, 见到左大斌之后呢, 有人竟然朝他行跪拜礼, 像跪拜观音菩萨一样, 左大斌吓到, 连忙把那人扶起来, 说自己只是一个演员, 并不是观音菩萨, 只是那个人非不信, 一定要行完跪拜礼, 有一回在昆明取景, 一个农民大叔抱着自己的小儿子, 赶了几十里路来到剧组的取景的, 看到左大斌突然跪在地上, 高喊大喜大悲观音菩萨, 保佑我的儿子, 左大斌哭笑不得呀, 又是一番解释, 我只是个演员, 这位农民说您演活了观音, 您就是观世音转世, 后来左大斌去寺庙里上香, 被乡客们看到, 那些人激动地喊到观音显灵了, 有一些商贩会把左大斌的剧照印下来, 拿出去当真的观音画像去卖, 尽管肖像权饱受侵犯, 但他并不在乎, 他说, 观音形象是真善美的形象, 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和福祉, 也正因为这些无法解释的怪异事件, 接二连三的发生, 一向对信佛之事不感冒的, 左大斌老师, 也开启了自己的信仰之旅, 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些所谓的, 灵异事件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也许只是碰巧罢了, 但对于这种事情来说, 信则有不信则无, 别人无法左右你的思想, 你也无法否定别人的看法, 孰是孰非只在一念之间, 但左大斌老师这个角色的塑造, 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大悲经》中, 释迦牟尼佛告诉大众, 此观世音菩萨, 于过去无量节中, 早已究竟成佛, 名号为正法名如来, 由于他的大悲愿力, 为发起一切菩萨的菩提心, 安乐一切众生, 成就一切众生的道业, 故仍视现为菩萨, 你们大家应当常供养观世音菩萨, 专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可得无量福德, 灭无量罪业, 临命忠实, 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人在做, 天在看, 因果循环, 内心邪恶想着坑害别人, 一定会被众人嫌弃, 内心纯净善良, 一定会积累很厚的福责, 以善传善, 以恶传恶, 善心长安, 心安是福, 人生在世, 要顶天立地做人, 无愧天地, 坦坦荡荡做事, 无愧于心, 无论经历了什么, 都要坚守心灵的善良纯正, 都要行善事, 不坑人不害人, 坚守本心, 不管遭遇过什么, 都要有良心, 问心无愧。 那么,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